今天呢 是清明節4月3號 那我們從 今年的3月 開始 開播了一個新節目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節目單 節目表發現去了嗎 有跟上的請舉手有跟上的 有跟上 有跟著苗董每天都在苗董的舉手 現在每天最重要的苗董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苗董的請舉手 好 你們是怎樣 還在業障當中 還在那邊掙扎 還不願意跟師父一起苗董 還是覺得那是師父的事情 跟我無關 還是完全聽不懂師父在講什麼的請舉手 不知道師父在講什麼請舉手 到底在講什麼 好 我們為什麼要開這個 開播 這個楞严經 我們在讀的是一部 開悟的經 我們往前推 因為 在台東 在台東的這個都蘭平原 我們要蓋 一棟 世界 性 的 道場 是符合當代 的 一個精神 跟價值的道場 然後這個道場是蓋給誰 不是蓋給你 是蓋給你的後面的未來的人 生生世世我們蓋完了差不多了啦 蓋完了差不多了啦 我們現在有的已經構築了嘛 但是蓋了之後呢 這給未來 這是我們的希望未來 可以 可以有很多人 來學習佛法 因為佛法在這個時代 乃至於在未來的時代我們希望他 永遠 都能夠發揮 他的價值 但是 現在現存的道場 如果就現在的調查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這個道場的密度最高的地方就叫做台灣 台灣已經非常非常多的道場 我們今天來的每一個法師一人住一間道場已經好多間了 道場很多我們也很多間我們也住不完 每次人家說師傅你要住哪一間 你現在住在哪裡 我們都不要告訴人家 因為我們狡兔有 有好幾窟 但是呢 最終呢我們其實是希望什麼 那既然要這樣子我們要蓋就不會 不要蓋一個跟人家一樣的道場 那我們就要問 誰還沒有進道場 你進了道場你已經進道場了 你已經來了 所以呢 我們這個道場不是要渡你們的 因為你們已經得渡了啊 但是你的誰還不願意來 師傅我都叫不動他們呢 那個他們 尤其是誰 尤其是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 你的朋友的孩子 你的朋友的孫子 你的誰誰誰的誰 就是年輕人 年輕的族群 所以呢 我們需要蓋一個可以符合 未來的人的需求 的道場 所以我們要引進 寶岩禪 元宇宙的概念來 建這個道場 俗虎你也敢流行 人家現在在說 元宇宙你也在元宇宙 我們還要發行NFT 將來呢你來到了這個地方啊 你就會 凡是來者 你都會有一個虛擬分身 你會發現 來接待你的不是師傅 是你本人 然後你就會看到你自己 在這個道場 然後當你離開了之後 你還是手機上可以看到 你自己還有一間房間 你在這個禪房裡面做什麼呢 凡是你在家裡面呢 多送了一部經 那裡面呢他就會變漂亮 那個人他就開始 你多送那麼一部經回向了之後 他就會變漂亮 然後呢如果你送了 滿了十部 他怎麼有一個寶關 然後再多送了十部 華顏經 他就有陰落 然後送了一百部他就會裝金 所以你要養你自己的那一個分身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好想想想看 如果你有那麼一個分身在那邊 你忍心讓他在那邊破破爛爛 醜醜巴巴的黑黑的嗎 然後呢如果過一段時間你去看那個分身 你都沒有送金供養他 他就越來越瘦 好像生病一樣 我們會設計喔 你只要一個禮拜沒有顧他 他就 他就在那邊哀哀叫喔 他就會一直推送告訴你說 Help Help 這樣好嗎 想想看如果有那麼一個裝置 你的送金被發現了 被誰被你自己發現了 被你的內心的那一個 分身千百億化身發現了他一直在呼喚你 他一直在告訴你你要用功你要供養 這個就是為什麼今天有的人來 送金是因為祖先 夢到祖先 夢到什麼王者 說拜託你啊我需要功德 我們需不需要功德 我們需不需要有福報 我們需不需要有智慧 我們需不希望在這個世間 我們都不要生病 不要痛苦 不要遇到壞人 然後不要被騙 請問有沒有人都希望這樣 難道不是嗎 請問哪一個人說 啊 我因為沒有信佛教所以呢 我最好所有的災難都在我身上最好沒關係我都不用怕的 你不管信不信佛你都不希望這樣 所以 所有的人都需要 修行所有的人需要離苦得樂 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用功來 把自己的身心照顧好 這是我們的理念所有的人 都需要 透過某一種方式 來找到真實的自己 好好的愛護自己 在這一生 的 所剩下的生命當中 我們可以把自己的人生 為何來此 搞清楚 那麼你就不往此生 可是 師傅的這個理念很好 我希望可以更多的人 能夠得到佛法的利益 問題是 我們的努力呢 你是不是嘴巴說得很好聽啊 問題是呢效果呢 今天上線有上百人 才上百人呢 我們就覺得哇 你看我是網紅的 是不是 你隨便看那個唐啟陽他上線 就八千人 我想說 在那裡說很久很久 說四點鐘 說十點鐘 所以還是大家都 因為大家關心自己的命運 自己的運勢 然後呢喜歡 聽聽他說話 就很療癒啊 好 那我們呢 我們 其實佛法很療癒 但是 我們沒有人推廣 即使是最厲害的佛光山 法谷山 你去看那個直播 也就一兩千人 我們如果要去 比真的會氣死 你去看那個 基督教的直播 你去看那個 那個都幾萬人 還有幾十萬人 然後那個算命的那個 幾百萬人 YouTuber幾百萬人 然後呢那個上一次 奧斯卡 金像獎金巴的那個 那個那個 因為他有道歉文啊 我就 點進去看 喔1.1億人 哇咧 你看我們要督到什麼時候才會有這些人啊 全部的佛教徒加起來也沒有那麼多人啊 可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誰 我們那個是看得見的啦 我們還有很多看不見的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有三神 地神 水神 火神 虛空神 是不是 我們怎麼樣的努力用功可以上策天堂下通地府 佛教他不只要度人 人是看得見的 人有自己的意識 如果我們能夠能夠讓更多的人要了解佛法 那我們其實 就可以發揮當代佛教在此時的價值 所以跟著現在的流行的議題 用這個方便 用網路的方便 來弘法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的 一個 方便 也是我們 需要 運用 的 智慧 我們怎麼用它 我不會啊 我自己如果學佛 很多學佛的人說 我自己學佛我會念經就好我會打坐就好這個都不可以 都不需要因為真正的元宇宙是佛陀 佛陀說什麼 佛陀說 只要我們入三昧 那個世界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在華眼睛裡面 菩仙菩薩入 毗如遮那 常生三昧啊 他入了三昧之後他就 每個世界就告訴你清清楚楚啊 何必還要靠 那個什麼 XR的眼鏡在那裡看得頭暈 我們上次有去測試 在那個火災現場都救不到人 因為我們自己都迷路 所以我們去體驗那個這個頭很暈 很難過 有三昧產品其實對我們是很障礙的 可是 很多人他現在已經三昧已經很習慣 那是他的生活 他從小一歲他就開始在 很會點了很會滑了 是不是 那這些小孩子呢他長大了他需要 用這個方法來認識他自己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 也有這種服務的 道場 讓他可以 學佛沒有障礙 可是 我們呢 我們當然 需要 這個道場這個道場對我們來講 他是一個閉關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他設計成兩段 七樓以上 七樓以上的這個 法輪區 就是我們的閉關會所 七樓以上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因為台東這個地方 陽光空氣水都是世界之罪 NHK電台已經 去做了很多的 那個 他報導 就是台東的這個觀光的資源 他很乾淨 那對閉關的人來講 只要他住在一個 空氣好的地方 水之好的地方 他可以一輩子都不用出門 他去哪裡都沒有關係 但是空氣很重要 水很重要 食物很重要 好 所以這個地方很適合閉關 我們要讓所有願意閉關的人 都能夠在這裡 啊這裡最舒服最方便 而且要設計成 一個人一個套房 你就是在這裡面 可以終身一輩子 都不用出來 如果你有 想要 啊這個 閉關兩年啊三年呢 你想要出來可以 所有要進來閉關的法師 我們呢在你出關的時候我們會供養 在這 這兩年當中呢 你就沒有很多的 機會去 去那個法會啊 需要有資料 那我們 只要你來閉關 我們就護持就供養 讓師父沒有 生活之餘 沒有衣食之憂 然後可以繼續修行繼續用功繼續行菩薩道 所以你來祝我們全部常住東通供養 你要離開了 那你只要是 歡歡喜喜的 那我們也會供養繼續護持 因為 在這個世界上需要法師 需要精進用功 而且非常非常 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個身份 一定要怎樣 堅持到底 既然當了法師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做到底 做一個非常 值得大眾 留念 乃至於 追隨的法師 那這是 所有祖師大德 在每一代的祖師 當中呢 我們看到的 典範 那身為現在的佛子 我們在楞严經裡面講 佛子 住持 善操諸有 能於國土 成就 威夷 我們是佛陀的 轉輪 之子 需要 來 用大眾的力量 一起來 互法 所以 這座道場 第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七樓以上 的這個禪堂 跟華顏經 的華顏 譬如這那藏殿 這是閉關之處 那其他呢 七樓以下 還有上面的那八顆球 就是我們接引眾生 讓大家很容易進入 華顏世界 還有禪的世界 的一個方便接引之所 但是 怎麼去設計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這樣設計道場喔 所以我們需要智慧對不對 為了要讓自己開智慧 要怎麼開智慧 讀書來不及了 也沒有這個學校可以讓你讀 最快的方式 就是 從佛經招當中 找到一部 開智慧最快的 經 叫做什麼經 楞严經 所以為了要把這個道場蓋好 所有參加的不管是廠商也好 或者是建築師也好 設計師也好 法師也好 護法也好 出錢的也好 出力的也好 通通都要入坑 做什麼 來 開悟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師傅要拖著大家 每天 就是直播 可是我們要等到有一天開 楞严閉關營 再來 用功 不會戶期 因為我們辦了很多年效果都不好 為什麼 因為 殘期的前三天 在那裡嘟咕啦 不適應啦 偷講話啦 偷看書啦 偷看手機啦 業障線前啦 殘期的後面三天 在那邊準備 下山之後要怎麼跟人家說 我開悟了啦 要怎麼樣去 規劃我的生意啦 要怎麼樣 哪有真的在那邊用功 沒有 都用不上功 為什麼 我們去研究 我們自己也這樣喔 我們一直口口聲聲的說 我要去閉關 我要去閉關 可是我真的做得住嗎 要閉關的人 住殘堂的人 需要有什麼 師父們知道嗎 以前腦合上 我的師父啊 每次啊我們剛出家就想要去閉關喔 他說沒有福報閉不住啊 我都不相信 現在我知道了 是不是好不容易有機會閉關 你在裡面喔很煩惱的 你住不住不住沒辦法那麼容易入定 因為福報不夠 但是如果你的福報夠 你坐下來 你在哪裡你都在入定 所以 要怎樣 要讓大家 通通都一起 用功 每天你只要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你交給師父 師父把你們交給佛陀 我沒有那麼厲害我自己也都需要閉關啊 我需要開悟啊 是不是 所以呢 為了要讓師父開悟 所以把大家拖進來 因為你們的問題就會 測試我有沒有開悟 你聽得懂嗎 什麼叫做悟 不迷就是悟 那怎麼樣 能夠知道不迷 你不管提什麼問題 我都知道怎麼解決你心裡的煩惱 我才叫做真的懂啊 是不是 如果以前的習慣呢 我一個人啦 紅髮紅了 十幾年都在講楞嚴經已經講了十幾遍了 我最懂嘛 可是我每一次呢 上完我都覺得我很懂 問題是聽的人都不懂 這樣有真懂嗎 這樣不是真懂 這樣只是你在 炫耀你自己的懂 所以你要真的懂就要讓 不懂的也突然啊 原來如此 這樣子才是真的懂 你真的懂的話你就可以讓別人懂 要不然你就是自己懂 所以我們需要怎樣 既然都不懂大家就一起來怎樣 一起 來 讀 3月1號開始到現在才30天有沒有人覺得自己快開悟了 你看那個點頭點很大 是不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這種方式 來讓自己下定決心來學 所以為了這一棟建築 我們在2025年 會蓋好 2025年 禪堂啟動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進禪堂住到一輩子都不用出來 為了 這個三年後的約定 我們設了1000天 的開悟楞嚴班 你要懂楞嚴 每天100個字 我們用三年的時間 每天先念一卷 3年之後1000天 會送幾遍 就送100遍 我們的小師傅啊 他就是跟 他現在也不太聽得懂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他背起來了 是不是 小孩子呢 他也沒有在認真聽 我覺得他沒有認真聽啊 每次聽的時候都 大部分都聽不懂 但是他背起來 只要讀的那一段 他就背起來了 因為我昨天突然發現他怎麼背起來了 他說他也不知道他就阿難啊 是不是他就阿難啊 然後呢 其他人呢 至少我們 尤其是要參加直播最好笑 我們那直播呢從3月1號開播 168人 然後接下來呢 一路發發發發發到 這個上禮拜 上禮拜五 上禮拜一是最高峰 181人那一天我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在醫生家上線 然後呢 181人怎麼人變那麼多了 然後呢就突然 在我開始講的時候就 登登登登 有那個 垃圾車跑來了 而且呢垃圾車不但是跑來 我就想說垃圾車跑來就算了 他就在窗戶旁邊跑來 然後呢就停在那邊 因為我們不知道醫生家原來附近有 那個時間就是垃圾車 然後呢他還一直廣播 我在裡面廣播他在外面廣播 所以我就講得很痛苦這樣 又關不了窗戶 然後呢他就很厲害 我講了20分鐘他就講20分鐘 他就廣播20分鐘 哎各位趕快來啊 今天是垃圾資源回收 其實這樣 有參加的就點頭對不對 因為他那一次害我重講 所以 各位隔天你聽重播的你就 聽到重講那個完美版的 我們呢 直播版才會有一些出錯啦 亂講話的啦 亂問問題的啦 被師傅罵的啦 還有呢 這個 直播到一半 我怎麼被踢出來了 這樣有人幫我登出 是不是 是很多很精彩 然後呢 有的人呢 開那個鏡頭就變關鏡頭 開聲音變關聲音 然後呢就在裡面呢 為了講那一句 各位各位 各位學長大家好 然後接下來他就發呆了 然後還有人呢 蕭文 就在講不知道 講到明天那一段 不知道講哪一個 還有人呢 一直在自己一直講 把我的話搶走 就被我卡掉 所以什麼狀況都有 但是很好玩對不對 有沒有很好玩 越亂越好玩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 人生 人生有很多 你沒有辦法預期的 你以為什麼事情都準備好 你就可以在那邊 好好的坐著嗎 很抱歉你業障沒有消 不會 不會放你耍啦 你以為冤親在主這麼好搞定嗎 是不是你如果沒有正式的 好好的跟你的冤家和解 很抱歉你只是逃得了一世 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 他會追著你讓你 跑到天涯海角你就是 沒有誤就是沒有誤 沒有懂就是沒有懂 煩惱就是你不管送多少金 你不懂你就是不懂 沒有辦法突破就是沒有辦法突破你 乃至於你死了他還是不會放過你 因為業是生生世世 如影隨行 所以我們要靠 一個很厲害的經典 靠大眾共修的力量 每天就一個小時大家一起來精進用功 不是只有上去聽那個後面30分鐘 聽師傅開示講解你就懂 最重要的還有前面半個小時的讀經 你要把佛經讀到滾瓜爛熟 只要我們讀了100遍 不得了 你自己的心就會跟佛相應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佛陀怎麼 差費苦心的演出楞嚴經的這一齣巨馬 來度摩登前女跟阿南 我們的保研 保研國際佛學研究院 最近來的一個新的教育長 這個教育長在幫我們設計學習平台 他說師傅 你們要派一個人來幫忙設計題目 要不然我會怕玷污的這個題目 他的第一題 我們每一堂課都變成課 有的人明年才會來讀經啊他要讀以前的課 對啊那他每一堂課的結束都會有一個練習題 然後他就出了一個練習題 請問阿南 不是 請問楞嚴經的主角是 1阿旺 2阿福 3阿南 4阿貞 請問 答案是什麼 好像很厲害齁 你如果去問一般人 你真的是不知道 你會選R1吧 你聽得懂嗎 好那 他就說師傅我這樣子出這個題目好嗎 我說太好了 我們就是需要這種楞嚴小白 來出題目 要不然呢如果師傅來出 請問 那個奢魔他 三魔纏納 怎麼修 你剛好就直接關機 是不是 你如果問師傅 深魔他三魔纏納怎麼修我也不會啊 我們只會解釋半天還是在那個名詞繞啊 為什麼會在名詞繞 因為我不會只好用那個 念出來趕快搪射掉啊 但是如果我真的懂呢 我就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跟你批喻 我就會用很多方式來跟你變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設計出 元宇宙的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想盡辦法想要讓大家 願意讀經 哪怕你只願意翻開那麼一點點 哪怕你只是為了要讓你的那一個虛擬分身 變得更漂亮 這樣 我們只要可以鼓勵大家 讀經 讀華顏經 讀楞顏經 讀金剛經 我不習重經老實講 因為千金 難買 你願意學佛的那一念心 那不是用錢買得動的啦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開悟了 我一定還可以設計出更厲害的 所以各位你要趕快讓我 我才悟一點點 我就可以這樣 去想出這麼多的方法 想方設法的來 整大家 讓大家入坑之後 每天有沒有覺得好忙 我們來問我們這個執行長 張蘇榮 自從認識我們之後 一整天都在我們的 掛在網上 然後我們的導演一整天 都是法師打電話給他 然後現在張蘇每天都是接師傅的電話 我看他已經辦按一號見識師傅了 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突然變得好忙 那個美音那天說 師傅我真的現在變好忙 然後每個人都是忙著怎樣 就是在法上 請問這樣子忙有沒有 有沒有價值 有沒有歡喜 有沒有覺得人生前所未有的被炸乾了 怎麼這麼有用 然後我們最近又有參加 又去帶了一個台印集團 來各位 那個台南來的 你要看那個 來台南 來出家的兩位法師站起來 上一次法會 還在對面當你們的師兄 人家現在出家了 辛波斯 辛多斯 他們才出家 管他的反正剃的頭 我們就把他推出去 開始開示了 我也不知道他們講什麼 台印集團的 什麼叫台印 就是 台灣跟印度 他們連線每天8點到9點 唸華元經 你有看過印度人唸華元經嗎 你趕快參加那個room 你問他們 你去參加 然後呢 唸完華元經完 因為他真的很不會唸 唸很久 唸了一個多小時還在唸一卷 唸完了之後 我們的每一個法師就去跟他們開示結緣 兩位法師 就很多人就說 這個師傅 有師傅來我們這裡開示 誰知道他們才剛出家沒有到一個月啊 所以就已經當法師了就已經在 轉法輪了對不對 來請坐 然後呢最神奇的是 我們連老法師都很會開示 那麼兩位老法師 70歲以上的兩位老法師 他們也是師之群 那一天開示完 有一個人說 我聽了好感動 我覺得我 這麼老了也可以出家 是真的啊 各位你的媽媽有要來嗎 不可能嘛 可是人家的媽媽來了呢 有沒有兒子在台大啊 女兒在榮種啊 他來了 他很放心啊 一年都沒有在打電話的 一年才來看一次說還活著很好 還會這樣啊 以前都每個月都要 回去看媽媽嘛 每個禮拜嘛 現在就不用了呢 為什麼 因為就交給佛祖啦 給佛祖孤啦 而且他還可以 照顧好多人呢 很有活力對不對 因為他光是每天在那邊念經 這不得了了呢 各位今天 清明法會有多少人是接到 新進法師打電話說要寫牌位的 有沒有他每天就是在沖他的業績 我說你 不要再打了我們 可是他就是 很高興 就很喜歡鼓勵大家 要來學活喔 他每一個來了都說 你要來法會 我不是來了嗎 你趕快來法會喔 這裡很好喔 這樣 你看 不是很好嗎 每天很開心 也沒有在煩惱 這個自己年紀大了也不會沒有煩惱 然後我們那個新賢師 送去醫院 才知道他的盲腸破掉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破的 他說他都不會痛啊 是不是還有這樣 還會陷害喔 可是呢 他就都開心到呢 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幾歲 好 所以 我們為什麼不要讓自己的 後半生過這種快快樂樂 每天都覺得自己存在很有價值的生活呢 你沒有辦法來到場幫師傅的忙 好 那你就上線嘛 你從早上 你與其在家裡面發呆 然後看電視又很難看 看來看去就是 那個戰爭 然後大家就很緊張 然後就一直罵那個 引發戰爭的人 是不是 那你一直在那邊焦慮天下大事 你覺得你能夠為他們做什麼 好 所以這一張 請大家帶回去 你一個人帶10張 帶回去 你身邊一定還有很多這種人 不會上線 來打電話 問你隔壁的 不會上線的 來問隔壁的 隔壁的就會教你上線 因為隔壁的他只要有上線他就會 他就會教你怎麼上線 不會上線的人 請問隔壁的 今天回去開始 至少一天一個小時 你不管選擇哪一個小時 拜託各位 現在開始 我們讓自己的人生不一樣 我們希望 不是只有一百個 不是只有兩百個 我們希望佛陀的 千二百五十人聚 都要到齊 佛陀的弟子 要出現 我們不要只是學佛問導遊 既然學了 然後又剛好聽到師父在 召喚 邀請 我都已經 非常非常誠懇的 拜託大家一起來參加這個1000日 的楞严 我相信1000天以後 我們絕對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很不一樣 各位 你們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這種機會 去好好的讀一部經 從來沒有機會 好好的去 聽 佛陀跟我們在說什麼 也從來 沒有一個時間 靜下來好好的 在聽 你自己的內心 的那一個善根 過去累生累劫以來 跟眾生的約定 跟佛陀的約定 你都忘記了 所以每天給自己一個時間 強迫自己 再忙 再忙 永遠忙不完 再忙 也要給自己 這個時間 你真的靜下來 最重要的是前面30分鐘 不是後面那30分鐘 後面那30分鐘是那邊瞎鬧的啦 老實講啦 師傅在那邊叫大家一起 一起上來做什麼 就是給大家一個 機會 我們也要來當老師 我們也要來當 師傅需要 當老師 需要有人問問題 需要有學長 所以呢 就讓大家 有機會 來幫忙做 安裝問問題嘛 是不是 那你不管問什麼問題 我都可以回答啦 但是我們希望 既然 是如此 我們有這個機會 成為佛陀的助教 我們就要讓自己 變成一個有水準的助教 像那天我跟趙總說 你是我肚子裡的回蟲嗎 他說即使是回蟲 我也要做一個最優秀的回蟲 是不是回蟲也是有等級的 是不是 我們要 成為佛陀的回蟲 佛陀不會有回蟲 佛陀呢 是成為佛陀的弟子 我們要成為最優秀的弟子 佛陀最優秀的弟子 就是1250個阿羅漢 這是佛陀的常隨眾 我相信現在這些阿羅漢 也分身在 世界上不知道哪一個角落 在弘法在度眾生 天下的道場 所有的善知識 你都可以來護持 因為在這個時代 真的要發新弘法 要出家真的太不容易了 各位請拿下 你的有色的眼光 只要看到是法師 你就要好好的頂禮他 恭敬他 供養他 所以你的心 不要再對法師們挑毛病 每天在那邊看東看西 比來比去 有什麼好比的 是不是你為什麼不要 發自內心的來 感恩說有這麼多的法師 願意紅法呢 如果你有三個法師 十個法師每個都拉你來清明法會 你不可以跟他說我已經去原道禪院了 你不要再邀請我了 你了解嗎不可以這樣子 你只要有時間你就去 你只要師父有需要你就去 我們也是希望這樣子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很多事情 需要把整個團隊整理起來 帶動起來 大家的法要精進要用功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團隊 充實起來之後我們會變成 一個最厲害的團隊 以後我們的保研禪室呢 他會變成一個自體循環 自給自給自足 的一個道場 他只要有多出來的 資糧 普遍供養 無遮所有的 道場我們都會普遍供養 我不要 我要留 留錢 我不要留資產 不要變成有錢的和尚 我們要變成一個 可以有機生態的循環 的一個道場 只要有多出來的錢 我們不是拿來作為我們自己的私產 因為出家人 不可以有自己的錢 留得清白在人間 我們乾乾淨淨的來到這個世間 最後沒有帶走什麼 為什麼為了某一種市產 變成糾紛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要設計出一個循環的之後 凡事有多的 就是加會於 所有的社會的公益 社會的福利 第一優先就是所有的道場 我們都要護持 這是我希望可以做成這樣子的道場 然後所有的法師我們都護持 只要你用功 只要你精進 我們也不會派人去檢查 你有沒有在讀經 無聊 你自己就會有自己的檢查機制 因果是自己負責就好 不用在那邊管說 喔你是不是騙人 會騙人的 你即使要騙人 你也有自己的姻緣 各位我們只要負責問自己願不願意發心 願不願意護法 不要比來比去 不要再起煩惱心 去看待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已經太多人都在起煩惱 我們不要跟風 我們發心 叫做發菩提心 因為發菩提心的人太少 那只要有一個發菩提心我們就要 護持那個菩提心 我們自己也要護好自己的菩提心 不要退道心 退道心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關心一下 好 好不容易發心 不要就此就 跟自己的蒲提心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太可惜了 好所以希望呢大家 一起共同來發這個願 請大家呢一起上線 因為師父有好多好多的計劃 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頭腦 出錢 是需要的 如果你說師父我老了 怎麼辦 你老了就帶著你的財產 來跟師父住 師父養你 你說啊可是我的孩子不太會 不太會呢 沒關係那你就 你的財產不要帶來 我們沒有要你 一定要圖你的財產 如果你沒有人可以托付 那你就帶來然後呢 道場就 終身供養 是真的喔 我希望是真的喔 好但是呢 要為了要讓他成真 我們需要 更用功更精進更小心 要需要更多的人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讓這個世界 真的出現一個這種道場 當然現在很多其他的大道場 已經都做得很好了喔 不是說師父是要最厲害 我要去把別人通通都比下去 我們不是 我們是希望 既然要做我們就號召 跟師父有緣 的大眾 一起來發心 希望大家呢一起 來護持 這個世間 用三個 百萬的藏經 用三部經 來帶著我們 圓滿我們的菩薩行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是在這一生可以 成就 的夢想喔 那不管你是出家還是在家 你一定會找到你的位置 一定有你的貢獻 希望呢大家能夠 一起來用功 現在我們才開播一個月 然後我們原來的華顏經也沒有 也沒有停止喔 是不是三卷組的 一個月可以一步 一卷組的三個月可以一步 我們要繼續喔 因為有很多人今年已經上百步了 上百步之後你就會發現你送金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還有同時我們也開播了 大波爾經 大波爾經有600卷 如果這樣算2025年我們可以怎樣 可以送兩部喔 第一步是一天一卷 600天之後我們就一天兩卷 有沒有送金不是這樣嗎有快轉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快轉 快轉之後一天就可以送兩卷 然後這樣我們三年就可以送兩部大波爾經喔 再加上 閉關 那就可能有三部 大波爾經 這個都是在雲端共修 就可以 一見到底的 你只要加入這個你就一直開著嘛有的人也忘記關 所以就突然走路走到一半說大眾請合掌到底是誰在講 忘記關是嗎 所以你只要有手機你都可以用 那你有電腦也可以用 然後你如果願意呢幫師傅 因為我們很需要很多人啦 需要很多人來幫忙計時的啦 做主持的啦 問問題的啦 那或者是 幫忙整理資料的啦 還要上字幕的 因為開始呢有很多人 說如果有字幕更好你看 要求越來越提越多 前幾天還有一個人 他在問說 請問 建委法師你那個 華顏心要 不是說有三部曲嗎 請問第二部曲什麼時候 我說哎唷看的那麼仔細 被發現了 我們想要裝作忘記這件事 就真的 就是 很多人 需要佛法 我們要 認真一點 發心一點 然後把它 整理 集結成策 讓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利益 然後這一切呢 其實都只是因為 我們自己啊 跟自己 是希望 可以 在這一生 搞清楚 到底 為什麼我們會在此時此刻 跟師父結上這種緣 所以希望呢大家 不要 只是說我要來幫師父圓夢 我沒有 要幫你自己心裡面的那一尊佛 讓他真的 在可見的未來當中 圓滿 成功 謝謝大家今天出席 清明法會 也謝謝大家 的祖先出席清明法會 是很感恩啊 因為我們的確呢 假設一個人有1024個祖先 其實那個算是不對的啦 我們是無量無邊 如果一個人 有 這麼多的祖先 各位你來 我們這個法會就不得了 因為你只要來祖先都有來呀 有嗎有感覺到嗎 有感覺到你自己的祖先有來嗎 是不是 你祖先來有什麼好怕的呢 他又不是鬼 奇怪了 是不是我們這個地藏王菩薩經都讀完了 你看他講 鬼王實非鬼也 其實是什麼 是菩薩來的呢 所以呢以後呢再遇到鬼你就要說 我知道你是菩薩變的喔 他就會告訴你 你真的過關了 是不是 我們 沒有 很害怕的事情喔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心 會形成一種恐懼心 那我們好好用功 就會遠離電腦夢想 就近涅槃 希望大家能一起來用功 要明白 要得到智慧 明白了之後 很多事情就不會擔憂 不會恐懼 不會誤會 不會留下遺憾 好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誤會 一杯 很好 要不要 嘗嗎 啊 我們來講 ,